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纯 说起福建斯老师的作品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 暗妹 但是暗妹在某种层面来说 男女主还是有障碍的 不能结婚嘛 七年之后 福建斯老师再创新作 情色漫画老师 别名埃罗芒阿老师 这次他痛定思痛 十分慎重 特地开篇点题 兄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让男女主之间渗渗利利 妹妹的设定我非常喜欢 够可爱也够变态 爱好就是喜欢看各种女生的胖子 看完之后再画成公口图 再给男主看 同理于男主也看了其他女生的胖子 男主名叫何全正宗 家庭环境标准的主角套餐 有妹有房 父母双亡 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过了几年爸爸再婚 新妈妈带过来了一个女儿 但是没过多久 父亲和新妈妈 在去新婚旅行的时候 也因故去世 家里就剩下了男主 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沙悟 从那之后 沙悟就再也没有踏出过房门 直到现在 男主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过他了 平时都靠沙悟敲地板进行交流 而男主除了学生这个无敌身份之外 还是个轻小说作家 小有名气的那种 这也多亏了 一直为他画插画的阿老师 艾若梦阿呢 其实就是公口漫画的意思 之后就简称叫做阿老师吧 阿老师呢 是个很神秘的人 男主跟其合作了很久 但从来都没有见过本人 只知道他的画 画得非常公口 非常羞耻 非常靠谱 这天男主回家之后 看见网上有消息说 阿老师今天会直播 他给妹妹沙悟 做完饭之后也打开了直播 一说人家画画好呢 这都就地取材 按照自己的构造 画得能不好看吗 但看着看着 男主就发现了盲点 阿老师房间里的饭 不就是他刚给沙悟做的吗 上面还有他写的贴心小纸条 所以说阿老师等于沙悟 男主这波心脏骤停 这时候视频那边的 阿老师表示要下播了 但光说了再见 忘记关摄像头了 这是多么致命的事情啊 就在阿老师要换衣服的时候 男主冲上了楼 敲响了沙悟的房间 阻止了这场裸体秀 二人时隔一年终于重逢 倒也不必行此大礼 男主找沙悟确认身份 但沙悟却不承认 脚表示能不能做个人呢 之后男主先是坦白了 自己清小说作家的身份 沙悟这也才跟着承认 合着你俩就是 一直都在一起搭配着工作 就是互相不知道 牛啊牛啊 深言深语说的真自然 二人互认身份之后 开始有了短暂的接触 但是不管怎样 沙悟还是无法走出房间 男主也不急 毕竟得慢慢改变嘛 这天一个橘毛来到了男主家 他是沙悟的同班同学 也是班里的班长 他对自己的魅力 非常的有信心 据说没有男生 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如果男主没有一见钟情 那就只能说明男主 喜欢男人 逻辑鬼才 随后橘毛变本加厉的疯狂出击 直接嘲讽男主 对他没有反应的话 大概是小兄弟不能用了吧 男主震惊于橘毛的直白 但是橘毛早就习以为常 好家伙 出门就是高速公路 闹了一通 橘毛说出了他过来的原因 他是来劝沙悟回去上学的 因为他很喜欢交朋友 他现在已经和同级的所有人都成为了朋友 就差不上学的沙悟了 话说你是来交朋友的吗 你是来达成成就的吧 不管橘毛怎么说 沙悟就是不出来 他一度想要掐断男主家的网线 逼沙悟现身 求求你 做个人吧 俗话说的好 网线如同命根子 我们都是夜猫子 在网络上钻空子 深夜躺下哈喇子 橘毛没招了 决定先回家想想对策 而第二天他想出来的方法是 让全班同学都来男主家门口 一起喊沙悟去上学 你们好像是丧尸为成 这对死宅来说 可是个致命的打击 可想而知 橘毛又一次失败了 这天男主来到了编辑部 见到了热销作家黄毛 黄毛正在和他的泽编 争论着什么 男主细细一打听 原来黄毛看中了阿老师的插话 非要让阿老师给他画插话 男主突然间就有了危机感 虽说阿老师就是他的妹妹 有层关系在 但是毕竟黄毛是很出名的作者 万一沙悟就真的选了他呢 对此男主表示 当然是回家哭着求妹妹 不要放弃他 沙悟打开门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但他说了一句话 彻底把男主打入了谷底 他表示再也不用男主帮忙 洗胖子了 他会自己洗 这下完了 男主这波愧的连裤衩子都不剩了 第二天沙悟突然把男主 叫到了房间里 上来就是一个熊豹 男主还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呢 结果沙悟说 隔壁一直空着的房子 传来了钢琴声 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幽灵 在弹钢琴呢 男主一听这话可坐不住了 在妹妹面前 别说是幽灵 就是闪亮 老子也得去一探究竟 然后男主就颤颤巍巍的 摸到了隔壁家 定睛一看 确实是有人在弹钢琴 而且还是在裸弹 但是这他喵的 不就是昨天刚见到的黄毛吗 世界真小啊 二人一见面 就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公口battle 但是黄毛还是想找阿老师画插画 于是两个人决定鄙视一番 谁能写出更有趣的小说 阿老师就为谁画插画 话说你俩这样逗来逗去 问过人家阿老师的意见吗 随后男主回到了家 跟沙悟解释了隔壁的钢琴声 是新来的邻居弹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鄙视的事情 他想自己凭实力争取到沙悟 突然窗户上传来了声音 吓了沙悟一跳 男主一看 臭黄毛你没事射什么箭啊 黄毛说是因为男主 看到了他光溜溜的身体 男主表示这还不好解决 那你也看我的好了 说吧就脱下了裤子 黄毛惊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臭变态 吃老娘一见 很遗憾 有点偏了 没中把心 之后男主和黄毛的对决 也是正式开始 他从沙悟身上得到灵感 立志要写一本内戏小说 让沙悟成为他的女主角 要是这样的话 那沙悟岂不是要画自己的公口插画了 说干就干 男主提笔就写 半个月后终于完工 他拿着自己的小说去找黄毛PK 但在交换阅读的时候 他感觉黄毛的作品真的是太有趣了 他的完全比不过呀 但是没有想到黄毛看了他的小说之后 直接把自己的小说给粉碎了 按照黄毛的说法 男主这部小说完全都没有商业价值 但却是一封长达三百多页的超热烈情书 让人看过之后感觉到真挚的感情 所以这次比赛黄毛认输 但是通过小说 黄毛也知道沙悟就是阿老师 随后男主飞奔到沙悟的房间 跟他解释了和黄毛比拼的事情 没想到沙悟这半个月也是在提升自己 他以为黄毛是个新的插画师 来抢他饭碗的 于是发愤突强 甚至都开始尝试他从未画过的巨乳角色了 瞧瞧这美丽的误会 随后男主把自己的小说拿给沙悟看 沙悟知道了他的感情 并迅速做出回应 男主也没想这个喜欢的人是不是他自己 就以为自己被甩了 但该表白还是得表白呀 我喜欢你 我对你一见钟情 但是我只能做你的哥哥 毕竟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人了 沙悟麻了 这傻哥哥纯粹是没救了 最后男主只换回来一句 由于黄毛经常在家玩游戏不工作 文库的编辑对他进行了突击检查 幸好男主帮忙最终接应成功 黄毛来到男主家之后 和沙悟一起开视频玩游戏 男主则是变成了工具人 出去给二人买零食 但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黄毛对着摄像头露出了胖刺 我将其称之为行为艺术 黄毛说这些都是沙悟安排的 这就很合理了 因为沙悟曾经说过 他画不出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现在他看过黄毛的胖子了 就能轻松的把黄毛变成插画人物 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男主也从沙悟的画中得到灵感 决定要把沙悟画的这个新人物 加到小说里 得到夸奖的沙悟变得是一发不可收拾 要想获得灵感就必须看胖子 男主是个大男人 去哪找愿意给人看胖子的女生呢 正好这时候菊毛打来电话询问沙悟的情况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菊毛为了和沙悟交朋友 主动了解了很多轻小说 打算以借小说的名誉去找沙悟聊天 而有些人虽然长得很可爱 但骨子里其实却是个变态 比如说沙悟 他开出的借出条件 是要菊毛当他画画的模特 听起来还是蛮正常的 不过这蒙眼 捆绑是什么鬼 还有沙悟这痴汗的笑容 以及渴望的眼神 终于他控制不住了 邪恶的小手一把扯下了菊毛的粉白蝴蝶结 用最纯洁的眼神做最骚的事 沙悟永远的神 菊毛羞耻的一阵抽气 沙悟有点慌 赶紧给菊毛道歉 但是你道歉就道歉 为什么要把胖子揣兜里 菊毛睁开眼一看 沙悟长得这么可爱 瞬间就气也不生了 泪也不流了 颜值及正义 我再接再厉 搞清他脾气 成为他闺蜜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拿着沙悟借他的书回家了 之前男主和黄毛比试的时候 不是以沙悟为主角 写了一本小说吗 他决定把这本小说修改一下 争取出版 但是今年的出版名额 却被他的竞争对手 村征给占了 沙悟赶紧安慰他 没事的哥哥 我会努力化很多色色的插头来赚钱的 牛皮啊 这下沙悟不就变成了卖公口的小女孩了吗 男主当然是不能让沙悟来赚钱 他来到编辑部想再争取一次机会 编辑告诉他 现在正好有一个短篇小说比赛 五位新锐作家在杂志上刊登短篇小说 第一名的作者可以获得出版的名额 男主想都没想就参赛了 没想到编辑部还有一个短毛也参赛了 而他就是抢走男主出版名额的村征 对手见面分外眼红 男主回去之后化身人肉马自鸡 黄毛在一旁做监工和导师 直到男主的眼睛都熬成了大熊猫 小说才挤了格 这天短毛也找到了男主 两人细细一交谈才了解了全部的事情 男主之前写的是战斗小说 最近他不是迷上杀物了吗 就参加了恋爱喜剧的企划 而短毛一直都是男主的粉丝 更准确的说是他的战斗小说粉丝 短毛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击会男主他就会再写战斗小说了 所以才占了他的出版名额 我懂了 这不就是来催更的吗 短毛也知道抢了男主的出版名额很过分 如果男主愿意为他一个人写小说的话 他就会把所有的百税都交给男主 还会一直养着兄妹二人 但是男主和杀物都不接受 这场交易就此作罢 唉 年少不知富婆好 年少不知软饭香 做个软饭战神不好吗 最后这场清小说的比赛结果 还是男主赢了 小说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妹妹 可以 爱意已经溢出来了 但其实他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短毛 可短毛的小说超过了规定业数 失去了资格 第一名的位置就涉延到了男主 这水放的大概是放了个太平洋吧 之后黄毛邀请了男主短毛 还有另一个作者棕毛 一起去海边合宿 说是要取材找灵感 黄毛是个富家大小姐 他哥哥来照顾他不说 还把啥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但是这黄毛哥一眼就看上了男主 飞让男主做他妹夫 男主一阵推托 现在大家记笔记 看看什么叫做高情商 低情商的推托 我不喜欢你妹妹 高情商的推托 这操作就说戏不戏就完了 直接反击 谁也挑不出毛病 在合宿当中 男主还实现了短毛的愿望 续写了之前的战斗翻 不过是随意写的 只给短毛一个人看 第二天一大早 黄毛就用身体去诱惑男主 说是要取材 短毛也喜欢男主 简直就是不能忍 上去就是一功夫老勺 好听吗 好听就是好头 之后大家就是聚在一起 写写小说 玩玩游戏 谈谈梦想 于是合宿就这样 圆满的结束了 男主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家 准备见可可爱爱的妹妹 他给沙悟带了草帽做礼物 沙悟也给他回了礼 无照驾驶 这段我能看吗 男主给大家示范了一下正确的五眼方式 其实沙悟里面穿的是泳衣 海边没去城 那就过个泳衣瘾吧 而沙悟也成了本次合宿里的最大赢家 因为黄毛说 只要他同意男主去合宿 黄毛和短毛就愿意听他的任何指令 合宿结束 也到了二人做出回报的时候了 沙悟让黄毛和短毛穿泳衣 做他的画画模特 看他的笑容我就知道 画面一定会很公口 两个人穿着泳衣摆着各种动作 沙悟是大话特话 非常满足 这时候男主收到了他小说的同人志 准确来说是公口本 沙悟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他也要画这种羞羞的漫画 果然这种让人看了面红耳赤的图 才是永远的神 画师不愧是画师 公口漫画很快就完工了 大家看的是津津有味 但是男主发现了盲点 这角色老二的位置很显然不对 而且这漫画的原型就是他和沙悟 这不就等同于他的小兄弟找歪了吗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跟沙悟明说是叮叮画歪了 最后还是短毛上阵画了一个大位 看见没男人的下面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画画不能是光靠天赋 最起码也得读读书啊 几个人吵吵闹闹闹 一天很快就结束了 沙悟虽然没有走出家门 但是他已经交到了朋友 这大概是他最开心的事情了吧 完结洒话 这部番里男主和沙悟还有一段很奇妙的缘分 其实男主刚开始在网上写小说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粉丝就是沙悟 两个人还在约定男主要成为小说家 沙悟要努力学习画画 以后做男主的专属长画师 人家这愿望说实现还就真实现了 这一段的意义大概就是在证明两个人的缘分吧 都说日本是个村 现在我信了 而在番剧第11集的最后 男主逛街的时候还出现了梦幻联动 我直接一句 好家伙 暗昧串场可还行 果然作者是同一个人联动就很任性 最后再给大家加个餐啊 沙悟虽然是个贫辱 但是这些都敌不过他的可爱 以下这段建议反复使用 短毛呢真的是有点强啊 催更催到作者家里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 做个小说家真难 写完美结局吧 大家都想看后续 全员都写死吧 粉丝还得往家里寄刀片 看来我是真的做不了小说家了 我也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做视频了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希望各位小伙伴们支持一下 爱你们 拜拜